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DNEX 这个是一个热门鼓 它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在这个MA60 60田,跟这个MA20呢,就出现了一个止电回程的讯号 也就是这个啦,打上去,填上来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青色的,而且有亮的哈 出现了这个讯号 呃,这当然是一个买入讯号 而且这个K線呢,更是 涨上去这一个筹码风,看到吗,这条线 这个肯定是一个买入讯号来的 呃,止损呢,就要放在DEPPOR这个MA20 DEPPOR的话,也要买咯,OK 这样它既然这个已经是涨上去了,这个当然是好事啦 如果星期一的时候,明天它再出现一个青色的蜡烛 啊,这个肯,这个呢,就是一个 确认讯号,confirmation,呀 就有机会往上冲 嗯,主力呢,肯定是这个咯 这个,1块08,1块08分,呀,1块08分 如果有人,如果它继续往上扬 突破这个1块08分的话 这个是一个加仓的机会,加仓啊,加码的机会,OK 然后它下一个主力呢,就这个咯 大概是1块2千 OK,这个就是它的走势,啊,这样子 如果它没有能力,如果它继续往上去 最后没有能力 突破 啊,这个就是一个,那时候可能就要 这边呢,就要慢出去了咯 呀,要慢出去了,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了嘛 要回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个 慢出讯号 OK,呃,这样它 的走势未如何呢,我们就 就去观察,OK 这个就是我对Dinex的一些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